春节的长假都结束了吧 大家也都快上班了 这意味着今年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 大家这个年过得都还好吧 我听说国内是让放鞭炮了 这个不错 那我们船上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呢 基本上我们的主题就是对付大风暴 主要就是干这事来着 尤其是这次名叫万人恨的特大风暴 这么说吧 除了年三十那一天 其余的时间我们都没消停过 不是刮风就是下雪 气温也很低 刮风下雪气温低这都不算什么 关键就是那个涌浪 而且是横涌 横涌就是横向来的涌 船又开始摇摆 摇摆的还挺剧烈 那一直就摇到了现在 今天反正好一点了 好在在除夕之夜那一天 倒是风平浪静的 没耽误大家吃 我后来一回想 自打有一期节目 我说大船基本上全年也摇不了几天 摇也就摇个七八度左右的样子 就那期跟大家还闲了这个事 那期视频发布以来呢 我船就没干过别的 几乎天天就是摇啊摇 摇到外坡桥 当然了你可以说是跟遇到了这次罕见的大风暴有关 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有些话还真是不能乱讲 往往一说出来就会被打脸 因为这次不就这样 我们北方就要说嘴打嘴 活该 这个可真不是什么迷信 的确如此 别不信他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咱们要谨言慎行 随时随地 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大家说对不对 在春节期间船上一般是放假三天 那三天过后就要开工了 当然了你不管是放几天假 在放假期间的这个船还是要航行的 我们是有值班驾驶员 值班轮机员等等相关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要轮流值班的 所说的放假主要是针对上白班的工作人员 但是他们工作的内容也有做调整 因为刚才说了外边有下雪呀 有船又在摇摆等等 那为了安全呢 所以除了必要的 比如说集装箱绑扎的吸骨检查 冷冻 冷藏货柜的温度监控等等 这些呢都是必要做的 还有就是尽量安排室内工作 生活区的内部卫生 库房的整理等等 那这样做 其实我们目前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应对即将靠岗的 有可能的访船 所谓的访船 就是公司的高层领导 他来船上来访问 这个呢是长荣一直在提倡的 叫做走动式管理 在办公室的长官 你在不耽误你工作的情况下 多来船上走一走 多跟一线的船员交流交流 这个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访船这个举措 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 上次我们从台北开航之前啊 我们就收到了一个通告 说高层呢要访问我船 但是由于我们提前完工了 提前开航了 所以在最终取消 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公司访船的团队 在船上就赶上了吃饭的时间了 那他们会不会留在船上吃饭呢 那如果吃的话 他们会不会付钱呢 那有人就觉得 反正都是公司的同事嘛 人家又是长官 对不对 来到你船上访船 又是公务 吃顿饭怎么了 到了饭点 你还能不管一顿饭吗 那吃完了 你还跟我讲收钱 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是不是不想混了 这想不想混啊 咱先放一边 我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在船上吃饭 吃完了就必须要付钱 但是这个付钱呢 它并不是说你吃完了 现场就讨腰包给现金 那不是那样的啊 这个红烧蹄膀六块九毛九 辣子鸡丁一块九毛九 你给付给现金 那不是这样 而是事后算账 其实公司对船员编制以外的 公务人员在船就餐这件事 是有明文规定的 在船上吃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做记录 早中晚餐 三餐的价格也不一样 是按人头算的 船方月底报账 公司统一来支付这笔钱 这里呢 不仅仅是公司的访船团队 还包括其他所有的外来人员 你比如说饮水员 比如说代理 验船师 工程师等等 这些所有的公务往来人员吧 船方只需做好记录 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 某某某等三人 在我们船上呢 吃了我们一顿早餐 那么就按早餐的标准 来乘以三 这个金额会在月底的时候 公司支付到船员的伙食费当中 一分都不太差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不会存在吃霸王餐 这种现象的 说到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船员家属登轮探视 它不可避免的得在船上吃饭吧 那家属们要不要付钱呢 咱们按照刚才的说法 那是要付钱的 因为你吃的是整个是全体船员的伙食费 公务往来的就餐 那是公司来掏腰包 船员家属的探视是你的私人行为呀 理应要自己掏腰包的对吧 谁媳妇来了 谁掏钱呗 理论上确实如此 但实际上是免费的 你没有办法算这个钱 也不好意思收这个钱 对吧 所以说呢 基本上船员之间都有这个默契 家属上船 一律免费 但是呢 凡事都有例外 跟大家就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那一年我们是刚刚毕业 是要到船上来实习的 我们几个学生就被分配在同一条船 等这个船到了上海之后啊 其中有两个同学 他们的女朋友就上船来探视了 就多了两个女孩子嘛 那天正好赶上晚餐 吃的什么呢 水饺 反正我们几个在餐厅啊 就找了一张桌子啊 坐一块一边吃一边聊 这正吃着呢 大厨就从那个地菜的窗口 就冲我们几个喊 嘿嘿 你们几个 说你了 你这个来外人吃饭 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你现在多了两个人吃 那大家不够吃 怎么办呢 一边说啊 还一边用那个勺子来敲盘子 敲的反正是叮当响 我们这么一听 哎呦还真是的 人家说的也没错啊 我们就是没打招呼 赶快起来也不吃了 跑到厨房呢 就跟人家大厨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大师傅 确实怪我们 没提前打招呼 我说您看那怎么办呢 这个饺子已经盛过去了 不可能再给他倒回锅里来吧 我说这样要不等一下 我帮您包点饺子 或者说我们帮您煮 可是这个大厨呢 还是不依不饶的 咬死了 我们没提前打招呼 这正吵吵的呢 这时候船员们呢 就陆陆续续都到餐厅了 那有老船员就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劝大厨 就说你差不多得了 他们几个孩子嘛 是没打招呼 可是也不至于不够吃的吧 就那俩小女孩 她能吃几个 然后又回头又劝我们 就跟我们说 你们先回去吧 坐回去 坐回去先吃 吃完了有啥事再说吧 这个大厨才算消停 后来我们一了解才知道 这条船 它是经常有家属上船的 都是交一定的伙食费 那我们几个刚来 又是实习的 也没人告诉我们这些 再说了 他们也不好意思 收我们几个穷学生的钱 对吧 那大厨那么做呢 他就是想敲打敲打我们 就让我们知道 船上有这个规矩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 也试图去把那顿饭钱 给人家交了 可是最后船上 人家也没好意思收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讲这个小故事的意思呢 是想说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都有例外 但是咱们呢 也不能以偏概全 船员伙食费 这个款项 还是我以前 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专款专用 专人专用 那好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